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驻读管理师审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继续看第19章第4节 第三个标题 不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情形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上市实体整套通用目的的财务报表 你是驻读管理师认为的 或者说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要求的 或者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 只要存在着关键审计事项 你都要沟通 是这样吗 有例外 我们标题三就说的是 不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情形 是除非存在下列两种情形之一 也就说这两种情形 我们不应该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剩下的只要存在关键审计事项 你就应该在审计报告中逐项描述关键审计事项 第一个 法律法规禁止公开披露的事项 肯定不能说 第二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如果合理预期在审计报告中沟通某事项造成的负面后果 超过产生公众利益方面的益处 这两种情况的任何益处 不论是法律禁止公开 还是坏处大于好处的 我都确定不在审计报告中沟通该事项 那有人说第一个我能理解 法律法规禁止公开 那第二个为什么也不沟通 您糊涂了 关键审计事项虽然是我助教会计 是认为最为重要 但是我是说给谁听的 我是说给预期使用者听的 我是希望你明白这件事很重要 但如果我要是能合理预期这件事 如果不要公开沟通了 坏处大于好处 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 我反而不如不沟通 就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儿 我们对于关键审计事项 到底如何处理 我把它分成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确定不存在关键审计事项 不是我不说 不是法律禁止 也不是坏处大于好处 就真的没有关键审计事项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属于不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情形 有关键审计事项吗 有 但是法律法规禁止我公开披露 有关键审计事项吗 有 负面后果超过好处的 如果存在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 不存在其他关键审计事项 那不等于视同为没有吗 你真的没有存在关键审计事项 你存在关键审计事项 属于前边这两种不欲沟通的任何一种情形 我们都直接认为没有 那么将来我在审计报告的表述都是 我们确定不存在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视为不存在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我说清楚了吧 好 这是前两种情形 那么第三种情形 这一块内容 2022年的新教材 进行了重新表述 我希望你关注到 他说 仅有的关键审计事项 是导致发表保留意见 或者否定意见的事项 或者是可能导致对被审计的 为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和情况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你有没有发现 他描述的这两种情况 都是有专门的表达方式 前边是在发表的审计意见里边提下 后边是单独有个段落叫啥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里边 单独起项 从性质上来说 他确实都属于关键审计事项 但是他有专门的部分进行披露 所以我们也不会把这些内容 单独放在关键审计事项段里边来说 将来我在审计报告中的表述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除形成保留或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或者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部分 所描述的事项以外 我们确定不存在其他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 关键审计事项 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听好了 那么关键审计事项至少应该包括这么几类 我不怕麻烦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您听好了 您是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情 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情 五个方面 什么与财务报告审计相关的责任 然后我们审计中的重大发现 计划的时间安排和范围 还有我们知道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还有我们住的外计师独立性 我这五个方面 我是跟治理层沟通的 其中最有可能成为关键审计事项发源地的 就是审计中的什么重大发现 比如说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等实务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跟特定的风险有关的某些领域 那么我从这里边选出我重点关注过的事情 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然后我才能挑出来我们所要的关键审计事项 所要的关键审计事项 但是这个关键审计事项还具体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 我挑来挑去 比如说我有一百件 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 我重点关注过的事项有十件 假如说第一种情形 我选了半天 我认为没有 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事项 这种情况是真的不存在关键审计事项 我说清楚了吗 真的不存在关键审计事项 那也可能有第二种情形 比如说我选出两件 但是这两件 您记住了 但是这两件要不然就是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 要不然就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负面 后果 超过意识的 有这两件 但是我依然视同 视同不存在 关键审计事项 你真的不存在也好 你视同不存在 将来在审计报告中的表述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我们确定不存在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而第三种情形相对来讲 我们要重点说一下 假如说第三种情形里边含有我本来该出保留或否定意见的事项 第三种情形可能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这些都有专门的部分披露 不能以关键审计事项代替这些事项的披露 那么除了这些剩下的 我如果还有 我说的很清楚 还有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才在关键审计事项这个段落里边单独披露 我说清楚了吗 这儿这个层次一定要给我捋的清楚 那么在这提示两句话 其实第四节最最值钱最最重要最最容易考的 就是特别提示里边的小圈衣 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 是已经得到满意解决的事项 俩字完美 既不存在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也不存在著作怪计师与被审计单位意见分歧的情况 一定得是完美的 那有人说如果存在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情况 你该发表保留意见 该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正常发表 你存在意见分歧 压根你都不应该出报告 这都是后边的 一定是非常完美 我重点关注过你 而且我实施了程序 而且结果完美 你才能成为关键审计事项 这怎么考 很简单 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如果他告诉你 我怀疑被审计单位跟A公司存在着关联方 但是我实施了程序 我无法确定 他说于是我是在关键审计事项的段落里边进行披露这件事 提示被审计单位跟A公司可能存在关联方 这个说法大错特错 当你确定不了的事 绝不能以关键审计事项代替 我说清楚了吗 这时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您确定不了的事 记住了是与治理层沟通 与治理层沟通 生活中有困难找警察 审计中有困难找治理层 第二个 如果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确实有让我产生重大疑虑的 重大疑虑的事项 咱们是不是得往下判断 咋判断呀 对 假如说我判断了 你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存在着重大不确定性 他说于是我在关键审计事项段 欲披露 这句话是错的 为什么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情况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你要专门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这个段落里边单独说明 而不是以关键审计事项段来说明 如果另外一种情况 我告诉你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我本来对持续经营能力让我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和情况 我判断完了 它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完美吗 完美 他如果要说我依然认为它重要 我在关键审计事项段里边欲披露 这句话是对的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要单独几个段落 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果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完美 我可以在关键审计事项段里边欲说明 这些内容都是考试师特别特别爱考的内容 您老人家引起重视 尤其是第二种情况 大家很难理解 说让我诸多会计师对你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 虽然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那为什么我认为它至关重要 为什么在关键审计事项里边披露 因为它很完美 另外我再说一下 如果他说我们被审计单位在会计处理存在重大挫暴 存在重大挫暴 然后他往下开始给你编故事 他说管理层 他说管理层拒绝修改 拒绝修改 他说于是我在关键审计事项的段落里边 充分披露 我告诉财务宝宝实用者 哪件事存在重大挫暴 错 这个说法是错的 不完美的事情绝不能出 关键审计事项 他准确的或者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应当发表 应当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 实际就是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二者当中的其一 这样的例子 可是您老人家简达题和宗题经常考到的 一定要注意 完美的事情才能加关键审计事项段 如果有重大挫暴的 绝不能加关键审计事项段代替 我们应该发表的 非无保留意见 如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 一定单独有个段落说明 而不能加关键审计事项段 予说明 别错了 我今年在这特意给大家举些例子 就是希望你明白 这一块内容是如何改成简单和松合的 第二个 著作怪记师应当按照适用的审计准则的规定 报告上述事项 并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提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或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部分 也就是说 在您的审计过程中 如果真的存在 本该让您发表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的事项 本该让您增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段落 您的审计报告中要想这么说 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除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 所描述的事项以外 是不是还存在着关键审计事项 一定要把这俩给他提一下 这俩我们不能以关键审计事项代替 在这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前面是审计意见 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 下边是括号三关键审计事项 他会先把他的定义说出来 关键审计事项是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 认为对本期财务报告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项 这些事项是对财务报告整体进行审计 并形成审计意见的背景下进行的 我们不对这些事项提供单独的意见 主要是在这 如果你形成了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或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定要加这么一个段 单独说 除形成保留意见 除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左输的事项外 我们确定下列事项是需要在审计报告中 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或者说除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 所描述的事项以外 我们确定下列事项需要在审计报告中 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一定要逐项描述 但前面要给我说 除了这个之外 剩下的关键审计事项 这就叫提及 这是我们审计报告准则的规定 您老人家必须记住 那么除了前两件事完美 除了需要提及这两部分 第三个 如果诸多冠军计事认为 有必要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 我们强调事项段跟其他事项段需要与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分开列事 也就是各列事各的强调事项段有他自己专门的位置 其他事项段有他专门自己的位置 如果某事项被认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则不能以强调事项或其他事项代替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 这个内容很重要 我稍微给您说一下 假如说我认为有个事项 它既是我认为的最为重要的事项叫关键审计事项 它可能也是我后边第五节要讲的强调事项段里边描述的事项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两个段落里边都描述这件事 美得你 记住了 一定是关键审计事项优先 将来它哪怕同时满足关键审计事项和强调事项段的定义 那就要看你 如果你想更突出的说明这件事 是在关键审计事项段里边说 而不是在强调事项段里边说 我说清楚了吗 这可以考简单 这可以考综合 小心 标题四 就关键审计事项与治理层的沟通 首先 我是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一百件 选出来我重点关注过的事项十件 我从重点关注过的事项选出来关键审计事项三件 你选定了哪三件 你著作怪计师要把确定的这三件关键审计事项跟治理层沟通 你千万别说这三件就是从这一百件里边选出来的这一百件我都跟你沟通了 不对你确实这一百件都跟他沟通了 最终一百件你选定三件关键审计事项还要跟治理层沟通 第二根据被审计待备和审计业务的具体情况 著作怪计师确定不存在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确定不存在里边有潜台词 第一是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第二 有但属于我们不能说的两种情况之一 我们这样的情况就不再跟治理层进行额外的说明 我就告诉你没有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就可以了 第五个标题就是审计工作低稿记录的要求 这块内容实际上是2022年新增的内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能简单的看一下 著作怪计师应该在审计工作低稿中记录下列事项 第一个 著作怪计师确定在执行审计工作时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您不是从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 一百件已经选出十件了吗 这十件以及针对每一个事件 是否将其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提起理由 那七件你没有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理由是什么 那三件你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理由是什么 你要记录下来 第二 著作怪计师确定不存在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的理由 也要记录下来 或者仅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是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或者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情况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果仅仅有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 我们将来就认为除了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的事项 除了形成否定意见所述的事项 除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所述的事项以外 没有其他的关键审计事项 因为这两部分有专门的位置去说 我还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去说 不说了 第三 著作怪计师确定不在审计报告中沟通某项关键审计事项的理由 比如说我告诉你是法律法规禁止的 比如说我告诉你后果大于好处的 负面结果大于易出的 我可能不沟通 要把理由记录在工作底稿中 第四节的内容 其实最最核心的内容就在这 记住了完美不完美的事 绝对不能在关键审计事项里边披露 这是我给大家特意说明的内容 今年举了一些例子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说完第四节 我们来到了第五节 非常非常核心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难理解的 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也就是评语绝不是优 优叫什么 无保留意见 完美 那么现在要不是不太完美 要不是太不完美 要不是无法表示意见 这就是第五节要解决的问题 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第五节今年在这儿新增了大量的举例 我不用您背 但您要把教材的例题多看看 要区分哪些属于重大错报 哪些属于范围受限 这个是您老人家要知道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标题 非无保留意见的概念 什么叫非无保留意见 就是不是无保留 那就是保留意见不太完美 否定意见太不完美 还有无法表示意见 那将来会有什么原因导致我发表 这三种很各色的审计报告 是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第一个就是有错报 这个错报一定得达到重大的级别 如果你有错报 还不重大 那我视同为没有 我直接出无保留意见 所以第一个 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得出财务报告 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不论金额还是分类 还是列报有重大错报 只要你存在重大错报 我们就不可能出无保留意见 这个重大错报指的是什么 未更正错报形成重大错报 我让您改180个错 你已经改了170个 是不是我只拿这10个错 单独或汇总跟财务报 把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去比 不论您单独还是汇总 超过了财务报 把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就认为你是重大错报 我绝不能出无保留 那我就出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是第一种情况 报表当中存在重大错报 存在错报不可怕 存在重大错报 就可能导致我出三种非常各色的审计报告类型 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通俗的说就是四个字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该查的我查不了 该问的我问不了 该看的我看不了 我不论你是管理层有意限制 主观受限 还是你想让我看 但是客观原因我看不了 客观受限 这时我不分原因 都可能导致我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导致我不能得出财务报表 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比如说我想评价下张三好不好看 不论是张三自己主动逃避 不让我看 还是他父母拦着不让我看 反正我见不到他 我不能得出张三好不好看的结论 这就叫审计范围收到限制 将来导致你出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要不然报表存在重大错报 要不然范围收到限制 没有其他的 在这说一下 我们经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这条路走不通 不能说无法获取 不能说范围收限 如果你能从另外一条路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也不认为他构成对审计范围的限制 中国不有句俗话 不能一条道走得黑吗 比如说我韩正 无法让我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没有辉韩 我做替代程序 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不认为是范围收限 我说清楚了吗 要不然存在重大错报 要不然范围收限 那么在这儿 有一些教堂的举例 我不用你背 我不用你背 但是你知道 这个是存在重大错报 那个是范围收限就可以了 这些举例没必要背 你也不可能背下来 比如说第一种情形 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 我们主要从来源上谈的 比如说第一个 我选择的会计政策的恰当性 能举个例子 可以啊 我们现在会计准则队发出存货的计价 是不允许选后进先出法的 你还给我选了后进先出法 这就叫错报 如果这个错报达到重大的级别 不就叫重大错报吗 重大不重大是跟重要性水平去比 那么在这儿 当出现下列情形时 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他咋不说存在呢 有错报未必是重大错报 这些情形保证你是错 但是没有达到重大的级别 我也不可能说它是重大错报 能听懂吗 好 重大不重大跟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去比 低 选择的会计政策与适用的财务报表 编制基础不一致 肯定是错 有可能就是重大错报 第二 财务报表没有正确描述 与四表中重大项目相关的会计政策 该描述没有描述 那是错报 有可能是重大的 第三 财务报表没有按照公云反应的方式 列报交易事项 该公云反应 你没公云反应 这不就是错吗 第四 如果被审议单位变更了会计政策 但没有遵守这些要求 肯定是错报 有可能就是重大错报 这些就是选择的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出错了 还有 对所选择的会计政策的运用 比如说出现下列情形时 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不用背 第一个 管理层没有按照适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的要求 一贯运用所选择的会计政策 包括管理层位在不同的会计期间 或者对相似的交易事项一贯运用所选择的会计政策 咱们会计政策选择之后就要一贯运用 如果你没做到 那就是错报 很有可能达到重大错报的级别 还有 你不恰当的运用所选择的会计政策也是错 不用背 包括第三个 财务报表披露的恰当性或充分性 当存在下列情形 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你都背下来 不可能 比如说第一个财务报表没有包括适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要求的所有披露 人家让你披露十件事必须披露 你只披露了六件事 没有披露不就是一个错吗 包括财务报表的披露没有按照适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列报 你是十件事都披露了 各个不合规不也是错报吗 还有财务报表没有做出适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规定要求之外的 其他的披露已实现供应反应 慢点 咱们在讲第二章第三节时就明确的说过 如果企业报表项目的金额分类列报与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要求不一致是错报 或者为了实现供应反应 我让被审计单位做出必要的调整也是错报 那既然你现在没有为了实现供应反应而做出必要的披露 那不就是错吗 我要的就是合法性 我要的就是供应性 这些都叫错报 错报当中就有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那有人说老师如果是错报又是不重大的呢 您权衡一下 单项不重大 有可能汇总金额重大 您再权衡一下 如果单项不重大 汇总也不重大 那跟我三种特殊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就没关系了 有错但不重大 我可能出无保留意见的报告 而第二种情形 就是下列情形可能导致著途怪奇师 无法获取充分的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不惯管理层主观的人为受到限制 还是客观原因让我该查的查不了 该问的问不了 只要我该查的查不了 该问的问不了 该看的看不了 这就叫审计范为受到限制 他举了三种情形 不用背 比如说第一个 超出被审计范为控制的情形 假如说我被审计范为一遍赤城 就想让你给我查查 查的越仔细越好 但是我的会计记录被大火烧毁了 我的账簿被洪水冲跑了 或我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记录 已经被政府有关机构 无限期的查封了 您还能查吗 不能 您还能看吗 不能 这就叫审计范为受到限制 不论什么原因 第二 可能跟我诸作冠记师的性质 或时间安排相关的情形 比如说被审计的位需要使用权益法 对联营企业进行核算 但是我诸作冠记师无法获取 有关联营企业的财务信息的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不就叫审计范为受到限制吗 或者诸作冠记师接受审计委托的时间安排 使诸作冠师无法实施存货监盘 你明明知道我1月2日肯定去不了 我在外国 你偏偏安排1月2日进行存货盘点 这不就是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吗 或者诸作冠记师确定 仅实施实质性程序是不充分的 但被审计的位的控制是无效的 仅实施实质性程序 无法应对识别出的重大挫暴风险 此时一定要做控制测试 而您的控制测试却是无效的 导致我根本得不了结论 这不就叫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吗 不论什么原因 该查的查不了 该问的问不了 该看的看不了 就叫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第三个 还可能是管理层对审计范围施加的限制 这是主观的受限 比如说我住的怪师想实施 从我监盘 你管理层百万阻挠 或者我住的怪师想对特定账户余额 实施寒证 你管理层百万阻挠 随便说 这都叫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好 这是举例 我就不再单说了 这一块内容 是2022年新增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没什么需要你背的 理解就行了 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处理原则 稍微给你描述一下 就是财务报本的某些项目 涉及的事项 未来结果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并且住的怪师在实施 闪计程序以后 可能还不能获得 有关这些事项 未来最终结果的结论性证据 也就说这一件事 现在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而且站在现在的角度 我也不能获取 未来最终结果的结论性证据 那至少现在对于我住的怪师而言 是不是可能就具有不确定性 对 比如说他举了几个例子 存在不确定性的事项 可能包括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举个例子 您应收账款100了 您按照预期性损失法 提了1万的坏账准备 你敢不敢说 你将来收费的应收账款 一定是99万 不敢 或者存货的跌价准备 或者产品质量保证的准备机 还有提供担保的连带承担责任 或者尚未判决生效的诉讼和仲裁 慢点 这些举例好像是什么 对 好像是13号准则或有诗项的大部分内容 或有诗项准则 是不是本来就是由于过去的交易事项 形成的一种不确定性状态 其结果需要由未来某些事项的发生不发生 予以证实 对 至少站在现在 我不能百分百的确定 这就叫存在不确定性的处理原则 真正我要告诉你的结论是这句话 存在不确定性 并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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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啥意思 比如说他随便给你编故事 这可以考简单 这可以考松核 他说我有一项未决诉讼 我有一项未决诉讼 我现在确定的预计负债是40万 但是法院还没有判决 然后他随便往下编故事 他说因为原告对我施加压力 因为原告可能需要我索赔 向我索赔的金额是100万 于是我住的外计师根据现有的信息 我就认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这就还是错的 我们会计是允许估计的 也就是说会计上存在着不确定的事项 是允许估计的 您可别跳着脚的跟我说 一定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我仅有的信息 预计仅有的金额足够 它不叫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把最后一句话给我强行记录 或有事项 面对或有事项 尤其是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 存在着不确定性吗 存在 但并不必然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不是我不让你查 事情还没有结论 你着什么急呢 就这个意思 这一段内容是2022年新增的 如果我预测的不错 标题三是今年简达和松河里边一定会考的 就记住这句话 存在不确定性 并不必然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这就是理由 只要他提或有事项 只要他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只要他说由于不确定性 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你就答这句话的理由 就给你分 就这么简单 这是标题一 标题二 非无保留意见的类型 我们表19-1的审计意见的决策表 我把它简化了 您就是类吐鞋 要一个字不落的背起来 您没听说 我是让您背起来 就跟您说您会开车 您连交通法规都不知道 假的 肯定是假的 听好了 将来导致你出三种非常特殊的审计报告类型 要不然你的财务报表存在 重大错报 不是有错就行 要是重大错报才可以 要不然你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就是我们所说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你出三种特殊的审计报告类型 要不是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 要不然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那么出哪一种类型是随意挑的吗 不是 记住了 如果存在重大错报 如果存在范围受限 但是呢 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不论存在重大错报 还是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都可以出无保留意见以外的 不太严厉的一种报告类型 保留意见 但是 如果你存在重大错报 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记住了 只能出否定一件类型的报告 如果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你只能出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 有人说这不废话吗 你说了半天等于啥都没说 我先告诉你 如果我把这一块内容擦了 说横向 你就明白了 有错 只能保留和否定选一个 范围受限 只能是保留和无法表示意见 选一个 这么说你能听懂吧 就是以谁为分界线 是不是具有广泛性 不具有广泛性 保留 具有广泛性 有重大错报的是否定 范围受限的是无法表示意见 把这个决策表 你就是类出鞋也给我背起来 三句话 第一 存在重大错报 要不保留 要不否定 范围受限 要不保留 要不无法表示意见 到底除保留和无法表示 还是保留否定 就是看你是不是具有广泛性 貌似现在这个广泛性的判断 好像很重要 对 如果没它 你就是除保留 那么下边我们就看一下 对注册会计师而言 相关事项的重大性 和广泛性的判断 居会影响审计意见的类型 您这不是说重大不具有广泛性吗 您这不是说重大具有广泛性吗 如果你不重大 比如说我有错 但不重大 比如说我范围受限 但不重大 那我可能就出无保留意见 所以在这张表上 至少你得构成重大这个级别 才出这三种特殊类型的审计报告 先说影响的重大性 首先到底重大不重大 诸多冠军师需要从定量和定性 两个方面来考虑 错报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或者未发现错报对财务报告 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否重大 定量好说 你的金额是不是重大 比如说超没超过财务报告 整体的重要性 而定性不就是我们要从性质上来说 比如说它是舞弊 是贪污 可能只有十块钱 我可能依然把它认为是影响重大 我说清楚了吗 一定是定量加定性去判断 所以定量的判断标准 通常是诸多冠军师确定的财务报告 整体的重要性 有可能面对特定类别的交易账户 余额和披露 我可能用它特定类别的重要性去判断 超过了财务报告整体的重要性 超过了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如果有错 一定是重大错报 一定是重大错报 那再看定性 定性的考虑错报是否重大 主要是评估判断错报的性质是否严重 我经常说一句话 小的是偷真 大的是偷鸡 性质很严重 是否会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在这儿我们教材举了两个例子 我不用以备 但你要知道 比如说是否影响实现盈利预期或达到监管要求 如果有这个错报 你使盈利变亏损了 亏损变盈利了 或者有这个错报 导致我在没有更正之前 我达到了业绩考核指标 在更正之后 我没有达到业绩考核指标 这样的情况 我都认为它是重大错报 或者有这个错 我可能没有达到监管要求 没这个错 我能达到监管要求 我也认为它是重大错报 或者说是否影响盈亏的状况 错报是否有舞弊造成 我不能单纯的看金额 我既要定量又要定性 我说清楚了吗 判断影响的重大性 既要定量又要定性 最后来决定你是不是重大错报 比如说 你可能每一个错报都金额不大 都是一百块钱 但是每个金额的错报 都是由舞弊造成的 而且数量很多 千里之地溃移以穴呀 我有可能就把你定以为重大错报 这是今年教材完全新增的内容 我多给你解释 你多去理解 不用背 将来你判断审计报告类型的时候 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 接下来就是广泛性 重大不重大 既要定性的去判断 又要定量的去判断 只要你达到重大的级别 至少是保留意见 我这么说你没争议吧 看一下这张表 达到重大的级别 至少是保留意见 如果具有广泛性 有错出否定 范围受限出无法表示 所以我们第二方面是判断广泛性 我不用你背 但您要会用 比如说根据著作观企师的判断 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形势 比如说第一个 不限于这财务报告特定要素账户项目产生影响 我实际可以这么告诉你数量多 啥意思 比如说我在确定合并范围的时候 我把其中一个本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我判断错了 我没有把它纳入合并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合并报表是不是完完全整的缺少 这么一个子公司的数据 对 而这个子公司的报表项目可能有40项 就因为毒缺了它 导致我合并报表跟它有关的40个报表项目全有错报 这样的错报 就叫具有广泛性 能再举个例子吗 可以 这是今年教材新增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审计的是合并财务报表 这个合并财务报表由什么构成 由母公司加上一个重要的子公司 两个重要子公司 由母加两子构成 我现在断定子公司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子公司 换个词 用第16章的说法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论什么原因 反正我这子公司一我现在审不了 你子公司一的数据确定不了 你合并报表的报表项目数据 你敢说你确定吗 不敢 那是不是这子公司一可能涉及到夸张一点 50个报表项目 导致我对50个合并报表的项目数据都确定不了 这不就叫数量多吗 这就叫具有广泛性 说清楚了吗 合并范围出错了 我们叫具有广泛性 如果我审合并报表 而重要的子公司无法审计 导致我合并报表的好多项目出错了 好多项目都确定不了 这也叫具有广泛性 教材还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作为高大上的著作会计师 由于制造业企与存货相关的会计记录和物流记录不完整 不准确 制造业企业成本核算可是重大的账户余额 一定要实施什么 实质性程序 但是我现在 由于你的存货ERP模块不准确不完整 无法就期出期末存货的余额 以及当期的存货增减变动情况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可能就会同时影响资产负债表 当学底十一章时可说过 存货会影响多张报表 你没有结算成本的是存货影响资产负债表 你截转了成本会影响利润表 就是因为你的ERP系统不准确会影响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多个项目 记住了数量多 它的判断标准就是考试时它会给你描述多个项目 有这样两个字眼的多个 我们就认为它具有广泛性 如果你是有重大错报 具有广泛性 我直接出否定 如果你是范围受限 具有广泛性 我直接出无法表示意见 我不妨问问大家 如果我住的外界 湿的存货ERP系统不完整 不准确 不给力 导致我无法获取充满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时不是铁定具有广泛性吗 对 这时你应该出具的是什么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如果我合并范围弄错了呢 合并范围弄错 那是有错 直接出否定 那如果我无法审计重要的子公司呢 这是该查的查不了 这是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应该出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听懂了吗 我可没说 所有的情况都要出无法表示意见否定 你得先判断它是不是存在重大错报 进而判断它是不是广泛性出问题 广泛性的第一个就是 不限于对财务报本的特定要素 账户项目产生影响 第二个 虽然紧对财务报本的特定要素 账户项目产生影响 但这些要素账户项目是 或可能是财务报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例的 这就属于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存货 占资产的百分比 百分之七十 比例大 是影响多个要素账户项目 只影响一个 就是存货 但是 它占比太大 如果我既无法实施存货 尖盘 我也无法实施替代程序 这就叫具有广泛性 所以数量多 叫具有广泛性 数量不多 但比例大 也叫具有广泛性 比如说 我们教材举了个例子 说我无根据的 进行大额的资产减值准备 导致盈利转亏损 我只影响 比如说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就这一个报本项目 而且我可能只影响 一两个人定 比如说资产减值损失的准确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发生 错了 存在 错了 是固定资产的准确性 断号计价和分摊 要说报表项目 不能说会计科目 导致盈利转亏损 这不就是比例大吗 你提的金额越大 你在账面价值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这种单纯的比例大 也叫九国翻新 第三个 当与披露相关时 我产生影响 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举个例子 这个单位的净利润 这个单位的净利润 在2021年是八千万 好吗 好 盈利吗 盈利 如果看见这份报表 你投资吗 投 但如果我告诉你 2022年的1月2日 仅仅过了两天 发生一场特大火灾 把这被审计代位烧的片瓦不留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了 背着你代表要白手起家 你还投资吗 不投 这件事是不是我们应该在2021年的报表付诸中披露呀 对 这样的事 如果你该披露没披露 这也叫九国翻新 比如说我这所说的什么货有事项呀 调整事项呀 非调整事项呀 还有比如说我遗漏了与重大不确定性相关的必要披露 哪怕只是披露 我遗漏了 我可能也把它判定为具有广泛性 所以广泛性可以影响的报表的要素账户项目多 也可以影响一两个 但是比例大性质严重 也可以跟披露来说影响你的决策至关重要 我们都叫具有广泛性 重大不重大既要定性的去判断 也要定量的去判断 广泛不广泛既要看影响的数量多不多 又要看影响的比例多不多 跟披露相关 问你理解财务报表是不是主观主要 这些都是判断广泛性的 我虽然不用你背 但你后边判断审计报告一件类型是一定会用到这节标准 我会逐一给大家逐个去说 比如说有一些典型的字眼 他如果暗示由于什么什么原因导致多个包表项目 马上就给他扣个大帽子 广泛性 如果他说大额怎么怎么着 重大怎么怎么着 马上扣个大帽子 广泛性 第三条相对来讲不太好处 他跟披露相关的不太好处 除非他说披露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决策 影响不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 那不是一种主观判断吗 所以大家记住 把数量多记住 把比例大记住 披露这个相对来讲不太好处 所以大家记住 重大不重大 我们要定性去判断 你是不是性质严重 我们还要定量去判断 你抄没抄过财务报表征集重要性 你抄没抄过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今年在这儿新增了一些内容 我不用你背 你要会判断 在这儿我说几句话 并不是所有的错报超过了重要性水平 都出去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尤其是分类错报 您还记得不记得分类错报 第一 您不影响损益变化的趋势 第二 您不影响关键财务指标的计算 哪怕你超过了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依然认为你是不重大的错报 我照样可能出无保留意见 听明白了吗 甚至我都不会让你去更正 第二 在极少数情况下 可能存在多个不确定性事项 尽管著作怪计师对每个单独的不确定性事项 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但是这些不确定性事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累计影响 著作怪计师不可能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 这时候我依然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身体健康长病百岁 但是病痛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要问你糖尿病 单纯的 你要单纯的是糖尿病 能治吗能治打一道素不就行了吗 尤其分为一型二型 这些可能我不太了解 大家家里比如说周围有这种知识的 别说你周围亲友得这种病的 我没有任何诅咒大家的意思 我就举这个例子 大家别多想 比如说糖尿病 单纯的糖尿病能治吗能治 如果我在跟你说单纯的高血压能治吗能治 对吧 肯定能治 高血压一吃酱咬咬咬就下来 那么再比如说你单纯的假如说改染 有人说那不就简单了吗 我一消炎就可以了能治吧能治 但是这些事项呢存在着相互的关联 实际上我曾经看到过一个 我看到过一个就算是病友吧 当时他糖尿病 他血糖搭的多少 搭的二十八 你知道他是怎么造成的吗 他只是当时穿了一双不太合格的皮鞋 然后把他脚尖那块位置 给磨破了 这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件事了吧 但是最后他没太注意 就后来逐渐的感染 逐渐化能 在化能之前他就水肿了 已经就肿了 最后去医院 他血糖达到仓后血糖达到二十八 大家都知道仓后血糖是不可能太高的 个位数还算正常 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差不多七八 我觉得仓后血糖还能接受 如果空腹血糖大概五六还能接受 他达到二十八 后来大夫就跟他说 大夫说如果你再不注意 你这个汤尿病再不注意 你这感染会特别严重 就穿皮鞋把前边给磨破了 最后你知道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他结枝了 因为就没办法了 都已经坏死了那些组织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举的例子 单真说每一个 每件事来说 每个病都不严重 但如果这些病你合起来 可能导致我猪的怪石发表 无法表示一件 我不知道产生的累积影响 到底有多大 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真爱生命 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 它为什么最后导致结枝了 实际上明明是汤尿病 它吃的还多 而且它还吃带糖分的 它还吃那种汤水罐头 确实有它不当之处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 每个人都身体健康 这是我要给大家举的这么一个例子 能懂了就行了 单真说每一件事我都hold得住 但是产生的累积影响 我hold不住 我也可能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么第三个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 对财务报告整体发表 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 慢点 什么时候发表否定意见来着 有重大挫暴 而且是重大企业 广泛的时候 才发表否定意见 什么是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是范围受限 重大企业广泛的时候 我才会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著作外计师不应该在 同一审计报告中 对按照相同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 编制的单一财务报表 或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 账户 或者项目发表无保留意见 这个内容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重点关注 夸张一点 举个例子 有人要问我 江沈妮那张经妇 怎样也长得 可寒碜了 您直接给我下个结论 这是不是直接可以叫否定意见 对 但您后边在同一个审计报告里边 您再跟我说 但是张经妇的嘴长得挺好看的 这不自相矛盾吗 你一点都瞧不上 你都已经否定意见了 最后你说我嘴长得挺好看的 肯定不合适 整体否了 整体 无法表示的时候 不能对单一财务报表 不能对财务报表 特定要素账户项目发表 无保留意见 这是规矩 这要重点给我掌握 它如果考简单 考综合 您老人家是要会的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14年的一个多选题 下来各项挫暴中 它限定的是挫暴 而不是范围受限 通常对财务报表 具有广泛性的影响 比例大 数量多 披露至关重要 备审计大会没有披露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数量多 好像不是 比例大 关键管理人员 它的工资再高 如果你下边有几千个人 这几千个人的工资合计 也比它高吧 所以这个不能叫具有广泛性 第二 信息系统缺陷导致应收账况 和存货多个多个多个 广泛性 只要看见多个财务报表项目 那就是数量多 就具有广泛性 第三个 被审计大会没有将年内收购的 一家重要子公司纳入和平范围 你没有纳入和平范围 导致你和平报表的多个项目出错 广泛性 第四个 被审计大会没有按照成本与可骗限制 赎低原则 对存货进行计量 这种只影响存货的准确性 顿号计价和分摊的 你能说它是多个报表项目吗 数量多吗 不能 你能说它比例大吗 他也没说 这个不能叫具有广泛性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C 这两个选项 那么讲到这 我讲的内容已经很多了 大家已经很辛苦了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